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俗人都说二月二要理发 因为正月理发就是要死舅舅什么的 这就是有点庸俗了 因为古代从来都是讲续发 不是说满清入关以后大家都留辫子 而是中国古代的伦理观 就是一个身体法复受之父母 不能亲戚的这种伦理 所以无论男女都是要素发 男的就是要顶个关 女的要插个发际 挖个发爪 这个素发有什么好处 我跟大家讲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了 很多人都知道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无子虚过韶关一夜白头 那换救孩子如果他没有头发 他会白什么 是吧 想过这个道理没有 所以我们中医讲发为血之鱼 也就是纯的头发呢 是为将来你应急 它作为一个备用的储备的一个仓库 碰到这种吸气火凉 心火如坟的时候 那烧的就是你的圣经 所以有头发在和没头发在 就是不一样 另外观察一下我们的头发 我看到所有人的头发都白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同事同学头发都白了 其实我就知道他们都在熬夜 是吧 而且很多人不把熬夜当回事 很多人问我你头发为什么这么黑 第一呢 我是出生那年是66年 水太过 肾经偏足 第二呢 我从来不熬夜 我以前跟梁东对话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 那会儿被同学们拉去打麻将 打麻将以后我就先把钱给他们 我说这是我输的钱 你们玩 我就睡觉了 这个到后期也没人来找我玩了 不然的话呢 你这熬夜 不管你赢钱 赢钱第二天你是昏昏沉沉 是吧 何况你还输钱 所以这个熬夜的事 我是从来不去做 应酬到晚上这种饭局 我是能推则推 先讲这么多吧 最近呢 有一个播放一个电视连续剧啊 这个叫老中医 名字起得很俗 内容呢 我也没看 内容大概是介绍这个民国的时期 这个北洋 不是北洋政府 是国民政府 因为北洋这个胜利以后呢 他们把这个民国的首都 从北京给迁到南京去了 到南京以后就出妖娥子 这个汪精卫行政院长 搞了一个法案要取缔中医 这个事呢 在历史上真是一个大的事件 因为这个事一点都不新鲜 从来我们这个 跟我们对外文化交流的时候呢 我们都不是一个平等 一个是被尖穿利炮 被人打败 然后就卑躬七夕的去跟人家血 这在之前呢 这个事在日本就发生过 这个日本就活生生的 把这事做成了 就把这个中医给取缔了 这个事情由来呢 大概是这么个样子 就是大概在1644年 就是我们是 满清入关嘛 推翻了这个明厂 我们被这个满清奴役了 有260多年 而在这时候呢 日本属于江户时期 他们也闭关锁国 但是呢 有条件的向欧洲 特别是向荷兰人开放 开放以后呢 逐渐的向荷兰学习 西洋的这种科学技术 立法 包括医学 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问 叫蓝学啊 这个蓝学对这个日本的明智维新 影响是最大的 大家都知道有明智维新 不知道在明智维新之前 他们已经对外开放 对外学习了有将近200年啊 所以在学习西医以后呢 当时的日本的医生全是中医啊 都是会写汉字 能用汉字这个写文章 写诗的这些医生呢 首先受到了冲击啊 但是经过了开始也在抗争 还有一批人做这个中西医会通 中西医结合 甚至也想拿西医的理论去解释啊 就是这个跟这个巴马挂去圆这个事啊 想解释中医 就出现了一批这个中西医结合型的人物啊 我小时候呢 我记忆很深就替我妈抄这个医书 很多医书是日本人写的 因为我妈的先生 马恒书呢 就特别推崇这些 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大夫 因为马恒书的老师就是 咱们国家的一个中西医会通的著名人物 就是张锡纯啊 所以我记那会抄的书 有这个粘穿进写的中医治疗经验 是个黄皮的 还有这个时数道明的书 还有大众进阶的书 但是很可悲的是什么 这些人无论怎么抗争 最后就逃不过最后一个被取缔的命运啊 所以大概在兰学 就是在日本这么慢慢发展了 有一两百年以后到了 19世纪啊 就是明治为新的时候 日本就通过行政手段 通过立法手段 逐渐的去取缔中医 他们做的就是民国这些留学日本人 都是跟他们这个外国洋爹学的啊 第一步呢 就是慢慢的去这个西化或者分化 也就是说你要做这个医生 必须得学西医 然后呢 你要学想行医呢 你必须考医师证 然后你不符合西医的要求呢 你就不能去做中医 最后那个行政 立法 司法 包括舆论 逐渐的都西化 最后就中医就没有生存土壤 所以明治为新以后不久这个中医基本上就被从这个官方地位就消灭了 二战以后呢 这个尽管这个民间的需求有所恢复啊 民间对这个汉方药就是上海乱留下了几个 几个药列加起来有256个方子吧 上海乱有113个方子啊 他们的对这个汉方药的使用还是有传统 而且确实有效 所以呢 他们又恢复了中程药的这个使用啊 但是非是非处方药 但有些呢 这个尽管是上海乱方的 他也算处方药 所以在日本现在很滑稽 就是你想开影片或者处方啊 你想给人扎针 你第一个你必须得考西医的执政 是吧 后来呢 那就是日本又逐渐出现了一些针灸的专门学校啊 就是提供这个针刺的培训 埃灸也有 但是不普及 但是他自我这种本土的地方保护也特别严重 就是哪怕你到中国上了中医学院学了五年六年 回国以后 回到日本以后你也不能行医 对吧 你还得到日本这个针灸学校上三年 拿到人的毕业证你才能去考这个针灸师的这个执照啊 才能去合法的行医 所以我碰到的现象是什么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老孕妇生病啊 我去探望啊 就发现他们 在基本上在病人术后啊 都给一个中药方的叫大建中汤啊 大建中汤啊 可能有的同学知道 它的组成是薯胶和干浆 就是非常热 非常 我们甚至认为是有热毒的 如果你这些人手术以后肚子是冰凉的啊 胃肠不蠕动 那吃这个药当然很好 但是发现日本西医大夫开这个药有个特点 就不论寒热啊 不论虚实 只要说做过手术都给这个放 所以这就很可悲的 就是看到了一个这么一个局面 就是中医是好 但是呢 面临了这样的生存环境呢 它就被发展了 就是发展不起来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就说日本取缔了中医 但是日本的现在人国民的寿命啊 无论哪里都是世界上最高的 是吧 所以这种人的这种 情况你说到底是有没有中医 对他这个健康有帮助 这里面呢 也不用抬杠 有一个误区 就是现代人 人类社会平均寿命的提高 不是因为西医的发展 而是因为什么 而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卫生整体条件的改善 以及这种饮食的 各种条件的改善 同时还没有这种战乱 如果有战乱的话呢 那颠沛流离的话 这个命不聊生 是吧 白骨 鹿一也千里 无几米 那就更难说了 但是另外还需要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 就是西医在日本 真是发展的非常好 日本那种工匠精神 非常适合学西医 他不适合学中医 是吧 因为是两种思维方式 所以日本跟德国学西医 跟美国学西医以后呢 他的这种 无论是基础研究 医学研究 还是这种 临床医学的实践 都是应该世界上最先进 我接触到的人 看到日本的这种 对早期的癌症的筛查 是吧 包括现在治疗的 癌症的用 这种免疫的方法 都是很先进的 但是不如回避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 日本人普遍存在了一个 战后 一个过敏的问题 就是花粉 花粉现象 还有一个就是 居高不下的自杀率 还有一个就是 日本现在叫平成 废财 就是 有几百万的 日本的这种 三十多岁的男青年 就宅在家里不出门 靠爹妈养着 那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 是吧 这种情况的发生 你比如说花粉症的问题 我以前说过 以前日本人喝 清酒是温着喝的 现在是冰镇着喝 以前日本人没有冰啤酒 现在啤酒在日本 是成为很普通的饮料 但是呢 现在日本人从来没有人 去认识到这些 喝冰啤酒 或者吃冷饮 喝这个碳酸饮料 跟他的花粉症 有直接的关系 包括牛奶 因为都是被科学洗脑以后了 他不再相信中医的这种 理论和论断 话说回来 我们接着说这个老中医这事 就是当年取缔 这个中医这个法案 为什么没有通过呢 我们都看历史 看到了这个北京的四大名医 孔伯华 石金墨 萧龙友 还有一个谁 他们去了组团 全国各地中医都组团 先到上海开了个大会 然后集体到南京去请愿 国民政府这帮人治国无能 后来丢了政权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我们想一下 日本取缔中医 大概用了200年时间去铺垫 也就是说在发展西医 在全国发展西医 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以后 才开始逐步取缔中医 民国这帮人在干嘛 你想二三十年代西医在哪 北京有协和医院 湖南有襄阳 成都有一个穿衣 都是教会医院 所以在老百姓完全靠中医 来解决自己的病痛 来解决自己的健康问题的时候 你说一个法案就晚 中医就取缔了 你可以这么想 但你不能那么做 所以当时的抗争最后以后呢 就是这个法案没有通过 但是呢 从此以后呢 等于是中医也没见得变得有多好 而且这个就是江河日下吧 说起来就是令人感慨 就是中医呢 建国以后获得的是 前所未有的被最高领导人推崇 重视的一个地位 毛主席亲自提词 说这个中医要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应该这个去整理研究加以提高 你想民国政府去取缔中医 新中国政府这么重视中医 但最后结果怎么样 这么将近70年的发展 终于变成什么样 我也不好评价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就是 在日本有现象叫科长之国 这个科长不是科长 是上课的课 就是他的一些政策出台 有基层的这些公务员的一个头 出个主意 在中国出现现象叫处长之国 一个法案的起草 什么的 不是上面的部长 司长不动手 都是底下的处长动手 所以这些人的层次 格局和事业 能不能达到最高领导人的那种境界 肯定是达不到 所以这个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么重视 但到底下落实的话 就出很大偏差 还不用说一些阴谋论 你像方舟子他们反中医 那都是舆论上去肇事 那你比如说像方舟子这样 人真正在卫生管理部门 或者司法立法部门 这个有一点这种小权力的话 他会这么做 是吧 所以很奇怪呢 就是在建国初年的就出现了一个 就是类似取缔中医的这个行为 当时卫生部主管的一个负责人 一个叫王斌 一个叫贺诚 就公开提出这个中医是封建议 应该逐步去取缔 这两人背景都是学西医的 都是那个部队卫生员出事 结果这个荒谬的论调 这个鼓噪了不久 就被最高领导人发现 所以毛主席就亲自批示 而且撤了这两人的职 不仅如此 毛主席还提出一个口号叫 西学中 要中国的西医去学习中医 我们现在看到了很 出来的很多成果 其实都是当年这种西学中 这个活动带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看到 最高领导人重视 底下人 上层的这些执行人 或者底下这些制定政策人 又不给力 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了 就是敷衍 我们都知道中医是在民国时候 可以独立行医 在民国时候就执照 当时颁发给执照的是 警察署给颁发 可以在家里看病 所以充分发挥 它这个简便连夜的这种特点 但是后来 中医这个诊所就被取缔了 大家都被归了包堆 送到了一个叫联合诊所的地方 一块出诊 而且不管你这个水平多高 大家都拿一样的工资 这样的话 你说这个中医怎么做 后来就是联合诊所 在扩大规模 就变成了现在所谓的中医院 就是五六十年代中医院 还有一些 以前留下这种传统的中医 后来慢慢的中医院就发展 就变成了什么 挂羊头卖狗肉 大家都是说是中医院 其实用的技术手段 包括自己的思维方法 全是西医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样 因为这个 如果这个舆论权 这个立法权 司法权 执法权和管理权 都是被西医掌握的话 你在一个医院里 不按这种规程 给人家做治疗 那出了问题呢 你担官司 是吧 解决判处医疗纠纷 这些人又都是西医 也就是说 你用中医治好了多少个病 你没什么功 是吧 然后呢 你要是没治好一个 或者治死一个 那就职业生涯就完蛋了 所以在这种 这种环境下 你说有哪个中医 还去坚持 用中医的理法方 要去看病 是吧 所以中医 这么几十年来发展 就是日渐维缩 日渐维缩 建了很多中医学院 培养出来的大夫 都是目的是送到这些 挂着中医名号的医院里去工作 最后到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大家都不以 不懂中医为耻 反而以懂点西医为荣 我上学时候总是这种感觉 大家说起任何一个病 就先得引述一下文献 现在科学 现在医学 对这个事怎么看 然后这个身材飞扬 一说中医怎么对这个事 都没了 都是阴阳不喝 气血不调 敷衍几句 所以在五六十年代 很多西医 西医医院都请中医做会诊 因为人家 这都是一种很高尚的一种学术态度 按我们的学科这样理解 这个病就到这了 请听中医的观点 中医来了呢 望闻问切 你跟他讲X光片你说声话 这个指标他也不懂 但是他有他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后他提一个 比如说申刺 爱揪 中药 这种会诊往往有效 而且呢中医 你们看一下这个很多这个中医名家的医案 你看我们学校的老师 赵少琴老师 董建华老师 是吧 刘渡舟老师 这都是经常出入于各大院 这个医院给这个 危重病人会诊 这些人都得到了这个同行 西医专家的尊敬 可是发展到后期呢 这西医啊 西医院没人请中医会诊 为什么呢 来了以后 他说那些东西比这个西医还新 比西医还懂西医 然后问一下你们提一下 你们这个看法和解决法 没有 或者有用了也没效 这就是最可悲的另外一个结果 就是中医不是表面上被消灭了 而实际上被消灭了 这个事情发展到了顶峰阶段 我觉得是到什么时候 就是2003年非典前 那会儿呢 就是出台了个医师法 就类似日本取缔这个中医的这招 也就是让你们这些人都要考医师证 然后考医师证呢 必须要怎么怎么考多少个科目 也就是说你要不懂西医 你就别想拿这个证 另外以前还中医有一个这个自考 是吧 还有一个自考的一个出路 到后来这条路也被封死了 另外呢 在2003年的时候呢 又把这个中医的坐唐医给取缔了 美名取缔是要跟国际接轨 也就是说 药店要拿药店的执照 是吧 你要是看病就得拿诊所执照 你要没有诊所执照 你就不许看病 还有一个呢 对中医的限制就是 这是打到这个骨子里 那会儿呢 你比如说你在药店 要把一个三七块 打成三七粉 卖给患者 那就是非法之计 是吧 你把这三七粉再装到胶囊里 卖给这个患者 那就是假药 所以那种乌云压成 那种成欲吹那种感觉 我觉得到那会儿 真是到了一个极点 事情转机出现在哪呢 出现在2003年非电以后呢 当时这个党中央委派这个 吴医副总理兼任了这个卫生部部长 这个吴老太太 其实我们都尊敬叫吴大姐 是吧 力挽匡澜 力助中医介入这种非电的抢救和治疗 在广州呢 邓铁涛老先生领先组织这个抢救小组 被人分去了他们治不了的最难治的 70多里这个非电危重的患者 创造了奇迹就是零死亡零感染 后来呢 吴医副总理又组织了几次 这个中医的这种交流和论坛 而且力推在这个新农河 就是为农村这个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这个医疗保健方面的力推中医 后来呢 就是有这个王国强部长出任这个中医管理局的局长 大概这时候中医开始有所转机 以前那些这个极左的那些伤害中医政策逐渐一点点被修正 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在2007年 卫生部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鼓励中医的师承教育 这个后普办了这么四期的中医教育师承班 当然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当这个中医开始逐步走进了诊心的时候 这个恶人们就开始来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06年 2005年的时候出现那帮取缔中医的那个浪头 这帮王八蛋比狗还灵 当时我的师傅佩永青呢 还被邀请到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 跟那个张公耀和司马南还辩论了一场 后来我看了那个节目 给我气坏了 其实我老师也气坏了 他说文斌啊 我说的话他们都没播 简成这样 我跟老师说 我说你跟这帮流氓没话讲道理 因为什么 因为偏见比这个无知距离真理更远 当时我在那个平行堂出诊 平行堂那是前任卫生部部长 卫里的大公子张晓彤主任创办 是一个在北京也是个民营中医的一个面 旗帜啊 当时我们跟张晓彤主任开会 我们就商量就是 面对这种狂潮我们要做点事情 所以当时在平行堂呢 就搞了几次讲座 这个面向中国人 面向一些青年医生 我记得当时听我的课的 还有一些这个在校大学生 当时我也是搬到了龙头公寓 当时这个我妹妹宣布接管了这个语言堂 我就搬到他的旁边 因为当时有一个研究所叫厚普中医药研究所 我是在07年第一次给中国人 开了一门《黄帝内经》的课 我叫《黄帝内经》导读 大概听课有三四十个人 在这之前呢 我是98年回国了 一直是靠给外国人讲课看病 谋生 那次讲课呢 当梁东的夫人去听 然后后来梁东也去听 还有这个很多朋友也去听 以此作为一个契机呢 这就到了08年 梁东邀请我在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上讲《黄帝内经》 这个节目的影响呢 我觉得确实是 面对当时 现在想很容易 当时那种是吧 又是一种乌云压城城鱼吹的那种感觉 同时呢 我在北京电视台做过很多期节目 讲自立长衣 讲柴米油烟 讲醋茶 讲梦与健康 还硬邀在这个中国气象台 开了一个五分钟的 这个节目 对应这种二十四节期 七十二后的变化 所以为这个宣传和推广中医呢 多少我们做了点事情 所以今天十年以后呢 我们继续讲《黄帝内经》呢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就是 以前我面对的是梁东 现在我面对的是话筒 但是我想象的中 我是在 不是在给中医小白 在讲《黄帝内经》 而是给听过 或者反复听过我的 五篇《黄帝内经》 这个对话的人 讲《黄帝内经》 也就是说 你们是有一定基础的 我们不要再 搞得那种通俗 或者是庸俗化 很多人说 那你把《黄帝内经》 给我们通俗的讲一遍 我说 有些篇章可以通俗的讲 绝大部分篇章 不可能通俗的讲 对吧 你想拍出好的照片 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 训练自己的这种技术 调光圈 对焦距 对比度 各种构图 取景 你得去学 但是大多数人 不会去学 他就说 我就 要拍 那只能就 做个傻瓜相机 是吧 但是世界上 这个谁挣钱了 肯定是卖傻瓜 相机的人挣钱了 大多数人 不愿意去学 所以现在这种 知识付费 这种追求流量的 这种社会呢 很容易就是 把这个课 做成一种 偏通俗 甚至庸俗的课程 我还是坚持 坚持就是 我们还是 黄帝内经那句话 飞其人误传 飞其人误寿 我以前提过一口号 叫普及大众 服务小众 普及大众这个事呢 我觉得这十年 我做的已经够了 现在呢 我还是在做些 这个服务小众的事 所以我们并不追求 这个流量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节目 是收费节目 收费节目呢 你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不收费 其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它也有广告 它也有成本 还有一些人在 这个说这个 收不收费这个事情 我觉得 这个很多人 小时候缺爱 缺 长大以后 就需要这种 无条件的爱 其实后普已经做了 三年的免费课程 可以供大家去学习 另外收费这个目的呢 其实也是一个 过滤 或者是一种手段吧 让我们这个 听众的层次 这个阶层更加分明一些 为我们将来 做一些更小众的事情呢 做一个铺垫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所以呢 从下周三开始 我们就正式讲 皇帝内经前传 大家先预习一下 三皇本记 好 到时候见 谢谢大家 徐文斌讲皇帝内经 每周三周六上线 请关注徐文斌的 同名微博 与微信公众号